六十到一百不會超過一百 那如果常常跳太快就要小心 那我們跳太快我們就希望病人要做紀錄 那做紀錄就是這樣子做紀錄 那假設真的常常不正常 我們就很怕心臟病 心臟病有狭心症會胸痛胸悶 心力不整就是跳很快 還是跳得不規則 還是有其他問題 那還有半末的疾病 心臟水悶會形容不爛 所以心力不整的病人一定要常常做紀錄 有需要就要做二十四小時的心電圖 這個就我們都願意出錢 但是我們都很希望你要做紀錄 醫生才知道怎麼幫你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打疫苗最怕的是猝死 那猝死大部分都是心臟病 所以理論上如果有心臟病的病人 我們會非常的小心 那心臟病最重要的就是狭心症 膽固醇很高的話 例如我們通常我們的血管 紅色的很漂亮 那如果你膽固醇很高 三三三個字很高就快要塞住了 那如果你完全塞住了 就是心肌梗塞 還是腦中風 所以我們很怕這種病人 這種病人的話搞不好他快要中風了 他過三天過五天他會心肌梗塞會中風啊 那他來打預防針 過三天的話萬一是因為膽固醇高心肌梗塞 病人說都是你打預防針 讓我這樣的我們就百口難辨了 所以我們都很怕膽固醇的人 他不控制不吃藥 甚至不知道打預防針 所以打預防針我們都會問一下你膽固醇有沒有很高 是不是高很久了這個是最重要的這樣可以避免一些打完預防針以後心肌梗塞跟中風的Case OK